手帶白色鴨神帽男子 朝駕駛員猛力揮了一拳 嚇壞其他乘客 而駕駛員忍無可忍 也起身反擊 兩個人就在公車上上演全舞行 男乘客被對方壓制在地 還是不斷的掙扎 扭動身軀的同時還想要繼續攻擊 其他乘客趕緊上前勸阻 1號的台中市區 五全路和五常街口 發生這起公車暴力衝突 疑似鬧事的男子喝茫了 情緒失控 和公車駕駛員先發生口角 講沒幾句就動手打人 車上其他乘客 都把這火爆場面拍下 之後分享到網路社群 不少網友驚呼 公車駕駛也是高風險的職業 如果遇到不理性又失控的乘客 真的會有生命安全的疑慮 首先這回有熱心民眾協助 想要警方及時前來處理 才沒讓問題越演越烈 詳細事法主因有待 進一步調查釐清